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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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一輩子很長 悲極快樂漸去憂傷 思念太远 梦想太长 我只愿情深在你的身旁 我是流血在飞扬 同一片天空 彼此疏弯 我落在你的怀里 而你落在这多情的土壤 都听到你广播了 你听到了 你听到什么了 春月 那个美梦不是关心你第一次广播的事吗 我就跟她实话实说了 失败了 没事 第一次失败挺正常 是 我也觉得我还年轻呢 我需要多锻炼锻炼 孩子该喂奶了 喂奶了 你们 好好好 我们出去 行 这样子忙着啊 春月 小妈妈 好 四叔 昨天是我太唐突了 对不起啊 我向你道歉 道歉 道歉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我昨晚跟家父通了电话 告诉了他这边的情况 尤其是武剑牺牲的情况 他对美风跟孩子的将来很担心呢 那你爸爸什么意思啊 他准备什么时候把孩子和大人借回家 家父让我在这儿逗留几天 等美风身体好了 就让我先把孩子接回去 他还嘱咐 等 等 等 先把孩子接回去 美风留在这儿 是这意思吧 他怎么能干这种事 你想想啊 这孩子刚出生啊 大人能离开孩子吗 孩子能离开大人吗 苏师父 您可能不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 你们家不就是当兵的吗 军人家庭嘛 高干是不是 那高干再也不能干这个事啊 要是美风离开这个孩子 他不得去死去啊 不是你们这个高干家庭 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啊 苏师父 您别激动啊 别激动啊 这样我们换个地方说 好不好 来来来 来来来 十年前 我还在基层部队当兵 我母亲去世得早 家里只有我父亲和美风两个人 那个时候 我父亲也受到了伤劲 他被红卫兵劈斗得很惨 你知道 那场劈斗是谁组织的吗 就是美风 他那个时候很激进 是红卫兵的头头 这件事我后来才知道 我父亲也知道 但是他一个字也没有提过 后来美风说要去贵州 我父亲反对 但他还是悄悄地去了 最让我父亲伤心的是 这十年里 他没有一封信 一个电脑 连通电话都没有 为什么呢 他说自己太年轻了 又骄傲 不想在任何人面前 证明他错了 十年 十年不给家里通过气 难道就是为了要强吗 刚开始是要强 后来就是愧疚了 他坚持要去贵州 父亲反对 但他还是去了 他在贵州这段时间 过得是生不如死 又好几次差一点死了 多亏那个叫武剑的人救了他 他才活到今天 他才活到今天 我是这样 那他现在跟您的父亲 还僵着吗 是啊 这么多年了还僵着 粉碎四人帮以后 父亲恢复工作 但他身体比以前差了很多 也不敢再对美风 有任何要求了 美风回到家之后 发现自己怀孕了 他不想让家里人丢脸 所以才拼命去找孩子的父亲 现在人死了 可孩子却生下来了 苏师傅 为了能让我父亲安心 也为了这个孩子的将来 还是让我先把孩子接回去 至于美风的问题 以后我会想办法的 小春天该回运营房了吧 小春天该回运营房了吧 你感觉好点了吗 还挺好的 要没什么问题啊 下午就转到普通病房了 去普通病房 是不是就经常可以看到小春天了 真是母女怜心哪 离开一会儿就不行了 以后你们俩俩相处的日子 还长着呢 来来来 你别动 小心烧烤 好的 你这是怎么了 爸 我到处找你们了 美风姐产后大出现 现在已经被送进手术室了 故事 病人怎么样 还在想救 现在需要输入大量血浆 医院里没有血浆了 有什么问题你赶紧说呀 你是病人的直系亲属 现在只有你能救他 我们血型不一致啊 我是A型他是B型 附近还有哪家医院有血浆 我开车带你去拿 那就得去市医院了 开车区恐怕来不及 O型行不行 我们全家都是 沙布 吃薰薰 爸 慢点 爸 爸 怎么样 脱离危险了 没事了 老师 苏师傅 我们两家人素不相识 你们照顾了美丰这么长时间 她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我这个当亲哥哥的 真的很惭愧 没想到 在她性命吹飞的时候 还是你们一家人义无反顾的 救你们的血 救了她的命 是 宋师傅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一家人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无私的付出 谢谢 只要大人孩子都没事 平平安安哪 比什么都好 好了 咱们也回家吧 爸 说什么 没事吧 咱们俩 咱们俩一个人 不是 什么事了都说多了 我们俩就俩 一切都来说 你俩就俩吃了饭了 你俩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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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了 也俩就俩就俩了 那你就这么着急回家 部队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父亲身体也不好 既然美风都安顿好了 我也该回去了 这孩子和美风你 看着美风在鬼门关上挣扎 我想了很多 还是您那句话说得对啊 人只要活着 你什么都重要 是 吴建已经不在了 现在 把孩子从他身边拿走 确实对得太残忍了 苏师傅 我看到了您对美风的好 也看到了您对孩子的好 所以有件事我想拜托你 您说 我想让您再照顾他们一段时间 我需要时间回去做一下 我父亲的工作 等他知道孩子父亲的事情 等他死了 找人的心 我就回来接他们 回去踏踏实实的生活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暂时能给美风一个遮风当雨的地方 也只有您的家了 拜托了 等我 你啊 我看在这儿 你啊 我看在这儿 你啊 对啊 你啊 你咋来了 苏心里呢 苏心里呢 嗯 在家看照相馆啊 他看照相馆 在家看孩子吧 你假的那鱼的rimin理啊 挺享福的 一老一少 两个雷瓣吃肉 等他做完月子 是不是也该吃回你啊 你信不信 我把你这鸡一支支都掐了 别别别 别别 坐坐坐坐坐 你看我这嘴 坐坐坐坐 哥 不生气 不生气 我这里有点鸡蛋 学会给孩子他妈补补生气 这还不错 哥 不来是鸡啊 有免费鸡蛋 谁还吃鸡啊这这 真口 鱼怎么卖的 新鲜的刚刚上市的鸡鱼 咱们来两条 我看这活蹦乱跳的这行 这给我来两条 给我来两条 哎呀 您看得真准的 大哥 这条 怎么样 来 你们唱 唱 过来吧 大哥看上你了 吴海生 干嘛去了 找了你早上 我们家小春天 这天天饿得哇哇直哭的 奶水不够啊 我就买了两条鸡鱼 再弄点鸡蛋 这都是下奶的 我去 哥 还我 春天呢 上班都没那么伤心吧 快点把东西放下啊 一会儿别迟到了 知道了 知道了 赶紧上班去 好 喂 你怎么还不上班啊 吃到了购工资啊 对对对 那爸 那你拿着啊 一会儿啊 你把小春天的奶 给它分开热 剩下的呢 就搁在窗户上 还有那个鱼 就这个鱼 我知道了 小火炖少放盐是吧 对对对 对了爸 还有粥 那个粥啊 你能不能一次性都说完 没了 那我上班了 上班了 你啰里巴塑 崔奶奶奶来了 你说什么 你怎么干这个活的 进来 你怎么干这个活的 老话不是说了吗 坐月子 不能干真献活 老了老了容易眼花 这民间传言你也相信啊 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 这不吗 看你扣子掉了 我顺便缝一下 这衣服我是干活穿的 充不过又不穿 就当是我姐妹了 这总闲着吧 跟废人一样 很快就两针 行吧 我 孩子 你笑得多甜蜜 好香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我 好嘞 老苏 你看看 你怎么了 它坏了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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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了糊了 糊了 我的妈呀 我的天 我刚才路过广播站 听到你们沟通得很激烈啊 副书记 我们是在讨论工作呢 他有一些问题不明白 在问我呢 淳雅啊 刘主任可是老播音啦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新兵进步快 全凭老兵带呀 是吧 副书记 您放心 我这个老兵啊 一定带好新战士 好好 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有些工作上的事啊 跟你们商量一下 您只是 别这么客气啊 是这样 县里呢决定 对广播站的工作啊 进行一点小改革 淳雅 你可要尽快熟悉业务啊 毛主席不是说了吗 年轻人的成长 也要在实践当中成长 县里决定 把你们的播音工作 重新分配一下 你们俩轮流主持播音工作 谁来一三五 谁来二四六 你们俩安排好 不播音的同志 做好案头工作 副书记 这个 您刚才还说春雅是新兵呢 您是不是再给点时间 让春雅同志再打磨打磨 打磨打磨 你刚才不是说 能带好春雅吗 刘主任 你是老同志了 这个年轻人呢 也是需要实践和机会的呀 那打看什么机会 这么重要的岗位 万一出点什么 成了 你对我的决定有意见吗 刘主任 年轻人要多教育 但也要多包容 这事就这么定了 春雅 广播 是咱们县宣传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你今后 还是要像刘主任这样的老同志 多请教 多学习 如果再出现什么差错 我饶不了你 是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一个中小的夜晚 阿雷儿在根草村小路上 采来半天的野草莓 才累了 太阳一下山就去睡了 我看着睡着后 才离开它 来通花园里 我在石小经常摆了一份骨 可是一股 悠悠的 熟悉的香味 爸 我去同学家写作业 晚上不回来吃了 怎么老去同学家呀 你自个儿没家呀 同学家的家 比你自个儿的家好啊 我姐在我屋里 我静不下心了 到同学那儿你就静下心来了 你是去做作业还是去玩去了 你又冤枉我 你怎么老看我不顺眼 干吗呢 他看我像看犯人一样 我想去同学家写作业 他都不让我去 跟爸呲呲什么呀 别说话了 行了爸啊 你就让他去吧 这高中课程啊 信息量本来就大 这上课很容易记不住的 这不跟同学在一起写作业 商量商量 挺好的呀 去吧 那我告诉你啊 早去早回 别回来太晚了 听见没 你就护着他 爸 真不如我护着他 他现在跟春艳住一屋 父母仇的确也不方便是不是 再说了 这不还没高三呢吗 您看他看他那么紧 不怕他有压力啊 这个时候不盯他紧点 他心就容易玩野 到时候还怎么收啊 我倒觉得 您不应该只盯着老三 得敲打敲打春艳 春艳又怎么了 他下午那广播您听没听啊 我听了挺好啊 好 好 他倒是好 他人呢 春来那儿呢 我去找他 这小日子过来挺开心啊 我问你呢 下午那广播怎么回事啊 你也听到了 我接工作不错了 你都不知道听众反应多热烈 刚才回来我还不认记得 敬问我 简安后来怎么样呢 别看了 看干嘛呀 小资产阶级清调 懂什么 那是世界文学名著 好 你等会儿 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我问你啊 这广播站刘主任播得好好的 怎么今天换你了 苏春艳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趁着你年轻就强出风头 枪打出头鸟知道吗 早晚你会吃亏的 什么枪打出头鸟 这都什么年代了 优胜劣汰你懂不懂 你这儿 要是再不进去 迟早跟刘淬岚一样 淘汰 好 狡辩 你刚说刘主任怎么了 他就快被淘汰了 什么意思啊 让我们俩轮流主持玻璃工作 那是副书记的安排 现在呢他还有一半机会 将来啊恐怕连一半集合都没有 春艳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这叫忘恩负义 我忘恩负义 姐 姐 你知道他是怎么挤对我压制我的吗 像他这么古板家小心眼的 我不取代他 都会有人挤了他 还我 终于放学了 春艾 我哥找你有事 干吗啊 过来一趟不就知道了 走吧 走吧 快点 快点 什么事 听说 你爸找了一个比你姐还年轻的后妈 有这回事吗 放屁 干吗呀 我还听说比你姐年轻好多 漂亮好多好多 那你以后管他叫啊 姐呀还是妈呀 干净呢干净呢 快欠我钱 欠我钱 欠我钱 放学赶快回家 别在学校都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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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怎么能不论呢 每天晚上放学这么晚 我说了我不吃 春兰 都要期末考试了 赶紧吃点东西补充营养啊 你那营养啊 有点儿给你的宝贝女儿吧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你瞅瞅你弟 人家混进就上来 他不吃就不吃嘛 来 吃饭了 吃饭吃饭吃饭 来 来 进来 宋师傅 孩子睡了 早睡了 好好 你这不吃饭 可以啊 这汤你得喝点 刚熬的 鸡汤 我不饿啊 这不春兰的衣服吗 是 这衣服啊他穿得大了 我看不合适啊 给他改改 改什么改啊 小男孩有件衣服穿就行了 那不行 这春兰现在是青春期 刚刚开始注意形象的时候 这衣服要是穿得不合适 他自己不说 那其他同学还会笑话他呢 那笑就笑慌了 只要学习好就行了 这你不懂 这形象不好啊 会伤自尊心的 这说不定 还真会影响学习 别说 这是你们女徒制信息啊 我这个当爸爸的 想他没那么周到 我看春来啊 总穿个长袖 这天越来越热了 你看 我把这长袖剪成短袖了 还包了个边 收了一下腰 一会儿我弄好了 你给他过去看看 合不合适 你想得真喜 谢谢你啊 你说什么呢 自从我来你家 就跟你们家人添了不少麻烦 我一直想补偿补偿 这些缝缝补补的事情 也是我现在力所能及的 未来我要是真走了 就算给你们留个念想吧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就这么一说 趁热喝 谢谢啊 未来我要是真走了 就算给你们留个念想吧 关于这次 救火英雄武剑同志的座谈会 是咱们今后 这个阶段的工作重点 我希望各部门 都要紧密配合 办好这场座谈会 充分地宣传好 咱们现在救火英雄 树立好武剑同志的楷模形象 关于我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稿 我准备交给你们宣传部 但是没有人会怎么在这下宣传的 那你真的示范 嘿是吗 饼子 妳的求生θη 妳阳光明了 新格冠明了 大家都在担心 中国总新模 아닌 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 就是要多锻炼 是吧 小苏同志 这次您得给我立军令状 再不能马虎了 是 保证完成任务 陈雅 回去通知苏经理 把五件照片洗张四十寸的 四十寸 这光明照相馆恐怕洗不了吧 怎么洗不了啊 我从小看我爸洗照片 咱们俩那放大器 顶多到二十寸 这是座坛惠勇的照片 领导指示的标准尺寸 你要说洗不了 那就说明光明照相馆 设备陈旧 不能再接机关的活了 行 我再去找找其他照相馆 别 我让我爸来试试 行 洗好了告诉我啊 怎么当了个脸呢 谁欺负你了 还能有谁 您的老朋友 刘翠兰 孩子 不敢怎么说啊 他是你的领导 他给你安排的工作 你就得好好干 爸 工作上我可从来没偷懒 这回 他是给您安排了一项任务 就看您能不能接得住了 什么任务 他呀就 他呀就 美风姐呢 我孩子睡觉呢 走 咱俩上里边说 神神秘密 爸 你可真厉害 四张拼一张 这种招你都能想得出来 办法总是人想的嘛 刘主任也真是的 咱家照相馆能放多大照片 他不知道呀 就故意刁难我 你说人家干什么 反了我就反他 你反他什么呀 他帮咱们是有个人目的的 私信咋念 艳儿啊 看人吧 在看人的优点 你别整天拿那个手电筒 照人的缺点 刘主任有刘主任的优点 那当初 你这个工作不是人把你找的吗 艳儿 艳儿 别别别 过去 你先出去 你先出去 你推我干嘛呀 你先出去 推我干嘛呀 不让静了 那个 我爸接了一单急活 他不让别人打扰 什么急活啊 搞得神神秘秘的 那个 我朋友的一个姨 遗像 不是遗像 不是遗像 我朋友他 二姨的照片 要得特别着急 二姨的照片 没问题 你还有事吗 我刚刚听新闻 说有一个临场前一段 失火了 还有伤亡情况 你知道这事吗 没有啊 没有啊 那个 新闻里怎么说啊 那收音机信号不好 具体怎么说的 我也没听清楚 艳儿 会不会是 影龙河临场 美风节 不要这么想 你全会那么多临场呢 怎么可能 偏偏是影龙河呢 对不对 再说了 我就在宣传部工作呢 这有什么风吹草松 我都会知道的 你真的任何消息 都没有听说吗 真的没有 你还有什么事不 我一会儿啊 要在春天去看医生 他这两天总吐奶 要不你陪我去一趟 我 我不行 这照片绕得很着急 一会儿我就得给人送过去 那行 那你先忙啊 好 注意安全啊 来吧 怎么样 吓得我汗都出来了 走了走了 来吧 咱瞒到什么时候啊 找个适当的时候 跟她说一说 什么咱是适当的时候啊 你说万一要被美风姐 看见这照片 都敢想 是啊 这个照片放在咱们家一天 它就是一颗定时差的 咱们赶紧给它处理掉 爸 爸 喂 快过来 怎么样了 走了 走远了 肯定走远了 快快快 送过去 好 送给刘主任以后啊 给小卖部来个电话 告我一下 好 进来了 赶紧 开摆了 小卖部来个电话 你不如该吧 我把电话十个儿都说了 我把电话十分钟 就是真的 所以我就是什么 好 美鳳姐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又不是故意瞒你的 我都是为了小春天着想 你把门开开开吧 行了行了 你别在这儿嚷嚷了 让她静静吧 爸 你心可真够大的 这都静了多久了 你不担心啊 我怎么不担心呢 我担心有用呢 我担心她能出来吗 我担心她心里能好受吗 让她静静也好 说不定啊 过去这个弯了 她心里也就好受一些 那要再静下去 万一出事了呢 出什么事了 美鳳姐把自己 关在屋里不出来 我担心她 好了好了好了 进屋时候 进屋时候 来来来来 她看到照片 一句话都没说了吗 一句都没说 直接把门给关上了 进去多久了 小一会儿了 小一会儿了 一点东西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坏了 你这一惊一乍的你 爸 我们长小杜 就是这种情况 他爱人刚刚去世 我们就帮着他去办白事 这女的一滴眼泪都没流啊 当时我们哥儿姐还说呢 这女的太坚强了 可没成想刚过两天 你才这么着 抱着孩子跳河了 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啊 爸 我怎么是胡说八道呢 我们场谁不知道这事 小红她不是这种人 胡美凤才来多少天呢爸 您就真了解她 小红还有孩子 孩子又那么小 为了孩子 也不至于寻感见吧 爸 他为了这男的 宁可手续都不办 就把这孩子生下来 他得多爱这男的 他为了这个男的 大小姐不当 宁可来咱们这小县城那边 这是拿命子爱这男的 现在这男的没了 他还要命干什么呀 我没时间在那听你吓白胡 爸 你跟着说话 我要是她的话 我肯定一了百了了 你说我说对不对 对个屁 小胡同志啊 咱孩子还小 你还年轻 有些事你得想开点啊 美风同志 人死不能复生啊 况天你现在还这么年轻 是不是啊 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我觉得你 你往前迈一步啊 一定就能找到一个 知冷知热的人 是吧 以后好好过日子 以后小春天那事啊 我 你说什么你 我这不劝她呢吗 有你这么劝她吗 你小懒头骗子 你懂什么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是让她 重新燃起对生的希望 你明白吗 行行行行 别在这儿吵吵 爸 一点声音都没有 是啊 坏了 货币里边真出事了 行行行行 赶紧让开 你快让开让开 我我现在就把门撞开 崇雅 一会儿我冲进去的时候 不要顾我 先救美风同志啊 怎么让我送的快点 你二字 你 行行行 再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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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快 复生了复生 你这门没锁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什么叫人死不能复生 有证据证明他死了吗 小胡同志啊 这是公家那儿传出来的消息 大喇叭不都广播了吗 哪儿的证据都没有 口受无凭 我要调查 不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燕 这篇座谈会的发言稿写得很好 不愧是大学生啊 有文笔 有思想 值得表扬 所以我说副书记 年轻人不要那么急着到前台来 要到幕后多锻炼锻炼 这样进步才快嘛 是吧 这也说明你刘主任教导有方啊 领导过奖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纯燕 什么时候毕业啊 今年七月份 我已经跟人事科打好招呼了 一会儿开完会 刘主任带你走一趟 把该走的手续走完 到时候你一毕业 就可以正式入职了 怎么样 你这个大学高材生到我们基层机关来工作 不委屈吧 您是说同意我转正了 基本同意 但是接下来还要看你这几个月的表现要不 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辜负领导还有组织对我的信任 好 副书记 这么快就给春月转正了 刘主任 咱们国家的政策是改革开放促进生产 未来时代快了 我们也要跟着快起来 工作快决策快用人也要快 如果我们再慢下来 就要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呀 是不是刘主任 嗯 好了 春艳同志的工作就说到这儿 一会儿啊 咱们商量商量 武剑同志座谈会的事情 沛岁 阅航 沛 lain 学生 陆平 定 思念 襟 听 听 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 我怎么觉得胡同志不太正常了 你看他一点都不难受 我担心啊 要么就哭 要么就哭 就怕车子 爱情总是跟着那春天跑 我与春天追寻着你的味道 追到天涯海角 也不知疲劳 美丽的距离 却变成了煎熬 我的快乐 变得越来越少 我与快乐 分向离别的味道 思念如飞雪 飘满了冰角 期待那重逢 给我惊喜和欢笑 看太阳升起 日子在长高 要月亮初秋 岁月也要绕 每天我都在 练乱 每天我都在 练习你的微笑 每天我都在 练习你的微笑 煎熬的背后 是否隐藏美好 看太阳升起 日子在长高 要月亮初秋 岁月也要绕 每天我都在 想你快快来到 想着那温暖 温暖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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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等多人 想着那温暖的拥抱